侯警民远警在路边拿着搜索票 拦下戴鸭舌帽的黑衣男 要求搜索他家 果然在家通客厅收出这把枪 远警仔细检查 发现是把克拉克手枪 甚至连枪套都有 他当场白口莫变 马上被上口带回 但藏枪会被发现 恐怕得怪自己爱线 原来有民众日前慌慌张张 跑到警局求救 说自己被人亮枪恐吓 警方也开始着手调查 这名被害人没有行车记录器 但他报案的时候 却把对方的特征记得非常清楚 不只说他是短发中年男 身材白白胖胖的 而且开着白色休旅车 甚至连对方的车牌都记了下来 上个月6号下午5点多 26岁无姓送货员 开货车行经国道1号 南下19公里处内湖桥路段 因为按了乱汉车道 插队的车辆喇叭 引起对方不满 不止沿路B车 还开到路肩并排 摇下车窗 亮枪恐吓送货员 大车窗叫嚣 随后拿出一把手枪 指向被害人 警方依照口述特征 进行交叉比对 顺利逮到这名 53岁绰号阿远的言姓男子 事先洗车厂员工 有枪炮和毒品前科 攻城手枪是小弟 寄放在他身上 其实当时被害人 记下的车牌是错的 警方另一会掉跃进行器 依特征一辆一辆找 才锁定到阿远的车顺利带人 这回只因为被扒 就亮枪成一时凶狠 恐怕也没想到 几天后警方就找上门 TVB的新闻崔庄学官 台北道